算出這個生日部分 因為他剛好是民國年 然後前兩個字剛好是幾年次 所以我要統計幾年次 有時候會買那個iPhone的 以哪些族群居多好了 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你必須要抓年次 可是如果抓年次 我們如果直接用LAPS切前面的字不OK 所以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也許你可以什麼 先用TES來做 再用LAPS來做 OK所以做法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你可以先什麼 先用插入函數用TES 不過因為我要真的把 這個變成 我看到的 跟我真實變成文字 那你第一個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在用TES之前 要熟練一個制定 所以這個制定的話 主要是要取得這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Format TES裡面就好 這招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裡面有蠻多機關的 TES然後把這東西給他 他的Format TES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把剛剛東西貼上 不管什麼反正貼了就對了 你會發現他就真正的 有沒有幫你轉換成文字 OK所以以後這個地方可以很多地方都雷同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在產生一個編號 或產生一個他是用年 用那個什麼 用一個日期的前年跟月吧 後面插四碼等等的 那你當然也要懂得用文字才能串接嘛 好那再按確定之後呢 他就是這個 我要前兩個字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公式 如果還要再切那一樣 把公式剪下來 再放在Labs裡面 所以我們用Labs 把剛剛的文字再貼上 奇怪 再一次 剪下 然後再貼到我們的Labs 這個TES裡面 然後我要幾個字呢? 我要兩個字 所以輸入2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取前面他是幾年次 那就把他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其他的話你看他怎麼統計 反正這個至少我們可以抓到 我需要的年的部分 OK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有關 聚集錄製的部分 也許這邊 我們多一個用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話 我想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錄製聚集的經驗 只是說錄下來的那個 東西品質啦 還有那個錄製的方式是不是OK 然後我大概會有一些固定流程 盡量的話呢還是要有一個步驟 你不要隨便亂錄 錄下一些不應該的動作 那首先當然我們如果要錄製聚集 我是建議乾脆拿這個來改好了 這個 所以我把公式一樣 這公式 一樣先把它 先做好沒有關係 就是你錄製聚集的時候呢 你的公式可以不需要刪 不需要刪掉 因為主要我們是要把這個公式 放到我們的城市裡面而已 那怎麼做呢 當然我會希望 將來可以看到兩個按鈕 類似像這個 所以第一個 如果說你希望錄製聚集之前 你要先怎麼樣 先開啟一個叫開發人員標籤 它的位置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不過一次有2007的位置不一樣 我這邊也有從2007 那如何錄製 這邊有大概步驟的介紹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錄兩個劇集 一個劇集是按下去自動幫我完成 一個按下去自動幫我清除 所以錄完之後呢會長這樣子 它一定是一個sub開頭 然後名稱在這裡 那這個上面的這個註解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它本來沒有 那我為了說將來可以比較容易看懂 我到底錄了什麼 我會在每一個城市上方 增加一些註解 避免我將來錄完之後 忘了我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步驟 所以一請各位注意一下這開發來 本來是沒有的 那要怎麼把它打開 在上面的箭頭 其他命令 點擊喔 切到其他命令之後 有個制定功能區 一請你打開 這個開發人員 基本上2010以後的版本位置都一樣 只有2007 它的位置不一樣 那2003呢以前是本來就開啟 完全就不用關了 所以2003以前的本來就有了 按確定 接下來呢你會看到 這個地方呢就會有開發人員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話呢 基本上 其實 一般當然沒有事不會開啟啦 不過你開起來你就心裡準備 因為你就是要學開發人員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當然呢 那個Label就不一樣 因為你是要自己設計一些東西給自己用 然後呢旁邊有個錄製劇集 主要是這個 啊怎麼錄啊 第一個特別是 它其實 要錄製之前 請你最好是先彩排一下 了解那個流程 不然的話你錄下來可能會錄到不應該錄的程式吧 那些程式多餘的 比如說我一一應該怎麼樣 游標不要先放這邊 應該先放外面 因為我要錄這個動作 點下去動作 它會幫你錄一行叫Ranch 叫14.slate的一行程式 第二的話你游標打勾 它會把你的formular 你的程式放進去 那這箱下填滿大概錄 那大概知道流程之後 好我們就開始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錄製劇集按下去 再來呢 它會問你說你名稱叫什麼 那我名稱我取一個名稱叫 手機號碼串接好了 這個名稱自己取沒關係 然後呢 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會開始了 反正你做任何動作 它會幫你記下來 產生對應的程式 按確定 接下來 1 優標放這邊 2 打個勾 3 向下填滿 程式寫完了 OK 不要太多動作 不一樣的不要寫 最後按停止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錄一個 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優標還是放外面 第二個是 錄製劇集一樣 那叫什麼 手機號碼 清除好了 這邊的話簡單一點 清除 OK 一樣按確定就開始 1 1 油標再放這邊 2要整個選取 那我講過 最好不要用滑鼠拉 不然的話 它一拉一個動作 它就一直錄一直錄 很多的程式 建議是用快速鍵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按什麼 Delete 好 完了 OK 然後停止 我們程式錄完了 其實也是寫完了 那問題是它寫在哪裡 劇集 裡面 有一個什麼 執行 我們試一下看 要不OK 執行 出來了有沒有 執行 清除 有了 可是在這裡執行有點不方便 所以通常會怎麼樣 會在這個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但要怎麼加 記得 錄完之後 這邊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這邊有兩個 一個Active控制項 不過我是建議用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它會直接跳出來讓你選 那這個還要額外寫程式 比較麻煩 也是可以 但是比較麻煩 那我們用這個 點擊它 拖拉一個 往右下角拖拉 按鈕大小由自己決定 如果你希望大就大一點 這個字大概這麼大好了 也不要太大 然後把它的名稱選取起來 那選完之後 我是建議你把上面的幾個字 也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你按確定之後呢 它叫按鈕1 那你因為還在打那個名稱 很麻煩 乾脆貼上就好了 複製貼上 為什麼要複製 就是貼而已 那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功能 不友善 你乾脆為什麼不自己 把那個名稱帶過來 對不對 從舊版到現在都一樣 現在跟比爾蓋是無關 也都沒有改 不過當然這個地方知道一下 另外你還可以增加第二個按鈕 插入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再拉一個 然後清除一樣的複製一下 確定 然後刪除它 貼上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們就按鈕了 這時候呢 什麼事都沒做喔 但是有沒有辦法 試一下 有啦 欸 對不對 什麼程式都沒有寫 就可以啦 但是是不是只有這樣子呢 如果是這樣子 那你們不用來上課啦 是不是 不過至少你知道那個流程 而且是要是對的流程 你不要錄了一些有的沒的 重點提示 一 就是先把那個其他命令裡面的這個打勾 二的話呢 切到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那錄的動作沒有很多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這三個步驟 有沒有123 123 然後再開始錄製也可以 錄下來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那請各位試一下 再利用這個插入裡面的這個 去增加按鈕 來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那因為我覺得這也是VBA的特色 就是 它讓沒有程式背景的人 也可以很快的切入 自己幫你寫程式耶 這真的很妙 如果其他PythonR也有這功能的話 哇 太棒了 我聽同學講 一個新的新聞就是那個什麼 好像那個R好像也被那個微卵給病了 所以未來R會不會也變得很簡單 當然也拭目以待 不過等到那很簡單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那VBA因為它出來已經超過20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要能夠到它能夠這麼的穩定成熟 恐怕也不那麼容易 所以基本上這個環境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因為它不是自有軟體 它是所謂的那個算是商用軟體 所以一定要是付費 所以一定要買 不過應該也沒有說公司都會買這個軟體 所以普遍性也是非常的高 請各位試一下剛剛的那個錄製聚集 第一個要開發人員要把它打開 然後開始先了解一下步驟 再試著那個錄製一下聚集 最後產生兩個按鈕 OK